連日來政治獻金申報爭議 柯文哲先大談一口氣 前一句才說要放會計師一條生路 後一句態度又變強硬 直接叫律師告他就好了 看來對不公堂只是早晚的事 前一天民眾黨矛頭一致 點名會計師短木正漏報款項 但事後短木正發聲都依法規處理 相信檢調會還他真相 人沒現身 隔空和民眾黨互槓 時任劇總案是黃珊珊回籍虛報支出 符合拿門司法規 而且他也承認作業不急 不過卻被質疑 短木正怎麼可能賭上他的 會計師名譽做假帳 前幕僚認為背後有高人之點 要不是有高人之點 他怎麼會想到會需要把這個帳 充給所謂的尼奧跟這個時樂 這兩家又正好是跟 這個所謂的柯文哲競選 團隊非常密切的廠商 會計師出身的前立委羅書磊 不認為端木正會自毀前程 對此端木正沒有回應 倒是民眾黨在反擊 一個專業的會計師 如果受到人家支持就這麼做 那他也違背了他的會計師準則 我們當場也問他說 難道財務長有指使你這麼做 他說沒有 在政治追殺 不只是端木正有責任 黃珊珊也自情處分 時任財務長李文宗沒有善盡責任 兩人都送中評會處理 法律行動交給律師 柯文哲似乎打算要先穩定 黨內士氣和支持者的心 TB 神秀 藍沛還常報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